OK我们来看一下5.3的练习题 大家做到如何 你们的贫富悬殊差到有点远 这一份明显不难 有四位同学是满分的 OK 所以这几位 你们可以参考这课本 是没有课本的吗 没有课本的关系吗 应该不会吧 因为如果你没有课本 然后那个pdf也是可以拿来看 OK如果看课本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的题目就是围绕在课本 课本里面 然后好像还有上一个礼拜的东西 就是说怎样旋转等等的 我们来看一下 用从生物体上切取的薄片来制作的 我们叫做切片 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涂上去的叫图片 然后是撕下来的 挑取少量的 是叫装片 可能因为他是挑取少量的材料 这个有点像是口腔内膜的那个 所以口腔内膜那个好像也是叫做装片 图片真的是要液体的 很像说如果你是用血液 如果你是要观察那个红细胞 那那个可能是图片 所以我们观察的两个应该都是装片 都是装片这样子 那这个看课本应该都不难的吧 还是可以答错 各位 盖波片的步骤中以防 你做了好 等下我们我再看一下你的成绩如何 盖波片的步骤呢 为了防止这个气泡的产生呢 我们是先一侧先接触再波片 过后呢 再慢慢的平方 OK 快快平方是错的 然后如果整个平方直接放下去 也是不对的 不管你慢慢也好 快快也好 都是错的 直接平平这样子下 不行的 很可能会有气泡的产生 那我们呢 容易观察呢 我们会染色的 课本提供的是有两种染料而已 一个呢 是叫红墨水 另外一个是点液 不是淀粉 也不是黑墨字 黑墨字怎样看啊 黑黑一片 OK 所以我们只有提供这两个而已 所以如果你的题目 有蓝墨水 anything啦 beside红墨水以外 我们都不接受的 总之你可以看到呢 记起来 我们只是用红墨水跟点液而已 这两种 那染色的整个正确步骤来讲呢 是盖了波片后 才滴在它的波片上面 的一侧 所以盖波片前的 这个是错的 盖波片后呢 你红墨水 滴在哪里呢 滴了之后 你还要吸水 对不对 这个滴了就可以是错的 滴了 滴在一侧 在同一侧吸水也不对 要在另外一侧吸水 就是说你递左边 你要在右边吸 那个颜色才会被它吸过来 明白吗 如果你同一侧吸水 叫你就是吸回你的 那个颜色的燃料而已 那你不如把这些 你的色素就放在你的 滴了上面就算了 所以你不能在同一侧 你递了左边 你要从右边那边吸水 那个颜色呢 才会进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补习很难 因为补习我们很抽象 你们要进 你们可能有兴趣 可以找一下YouTube的一些操作 像视频 就是这个观察 就用这个显微镜的视频 装片的视频 找找下 有看过了一次 或者是等你们学校的老师做了实验 你就知道 这个步骤 我看懂了 这样子 所以要记得 它是从另外一侧吸水的 再来 再来呢 你B会看到什么像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重复上 上个礼拜教过的东西 这个观察到这东西呢 会旋转180度 B的话呢 旋转180度会变Q OK B的话旋转180度会变P 你讲很多学生讲 老师做旋转180度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把你这张纸 转上下倒转 所以今天呢 你就这样子上下倒转来看 你就看到什么字就是什么字了 OK 第一上下倒转看 你会看到一个P 所以就请大家站起来 倒立 这去看 D的话呢 就会变成P的话 就会变成D OK Q的话呢 就变回B 所以这里4分呢 应该是蛮送分的吧 蛮送分的题目来的啦 那 希望大家没有问题啦 那那些只有一两分啦 最好呢 你再去做多一遍 这样子 再去看 看回 确保你要懂 这个是 非常基础的一些问题 就会变成D